40岁以下的同学聚会 我说到这儿有的观众说乐的 说老梁你看你已经过40了 你把那不好的事都推到40岁以下 是不是你们这40岁以上就干干净净 不是 同样有很多不太健康的甚至丑陋的东西 在影响着40岁以上的同学聚会的纯真感情 我刚才说到40岁以下同学聚会的时候那种状态 因为我是从那年纪过来的 几乎我们的同学聚会里 都发生过我刚才说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那么40岁以上的他知道规避这个现象 而且也知道戏曲这其中的教训 你看当年美国这个哈佛商学院有一个教授 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说如果你大学毕业刚刚五年 你接到同学聚会的邀请 你最好别去 为什么 因为毕业这五年 人生的规划刚刚展开 即使你混得好与不好 都不代表你这一辈子什么成就 它有很大的偶然性 可是你同学聚会 混得差的就会跟混得好的比 人家成为富翁了 人家成为领导了 人家成为教授了 再看自己 到这去 我开的什么车 穿的什么衣服 抽的什么香烟 住的多大房子 你马上就会产生这种自然的这种比较 你可能跟社会其他人不比 但是同学都是同时起步的 我怎么招人差那么多呢 所以你就容易产生价值观的错位 你就容易把别人成功的标准 当做自己的一个标准 我不如他 那说明我这五年的价值判断错了 我这五年监守的东西错了 你轻而易举的会把自己 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彻底获得成功的坚守 一下子给颠覆了 所以刚逼去 当然我说哈佛商院这位教授说的话有点偏颇 但是却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道理 就是人呢 你要一辈子看 三兄三父过到老 一个阶段的成败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偏偏呢 我们有时候眼下这种攀比 经常容易使人的价值观发生颠覆和错乱 所以说有时候同学聚会 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比较 那不参加为好 那为什么我说四十岁以上的人 他能避免这个人 首先呢 咱说四十不惑 很多问题你想开了想明白了 就拿出炫富攀比这事了 真正的经历了大风大浪 咱四十多岁人了 不少事都经过了 都知道炫富很低级 炫富恰恰说明你不是真正的富人 这种攀比炫耀 恰恰说明你底气很虚 真正有底气的人是不炫富的 我们有个同学权力很大 人家来了之后 人家从来没说说 我带个秘书带个司机怎么的 那很低调 今天要喝酒 我不开车 我打车回去 说你们谁有车送我一趟 你看这是见过大风大浪 人家有这个底气了 再一个方面是什么 我不如你 我也没有啥自卑的 为啥呢 你是你 我是我 我生活再不如你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你再有权再有钱 你也不肯给我办啥事 把钱给我花 那你过得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我说四十岁以上的同学 有的时候聚会的时候 有的事就变得简单 我现在就是很欣赏 我们现在在北京的这些 大学同学的偶尔聚会 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不谈现在 要谈现在也是我个人 对生活的感动 不谈我的事业 不谈我的关系 只谈过去的事 咱们在学校里那些 如何好玩的一些糗事 很欢乐每次聚会 还愿意往这个氛围里来 我觉得这时候呢 人生应该是想得很剔透了 所以很多事情呢 像四十岁以下的时候 面临的那些个 没啥病 自然就没了 但是四十岁以上的同学聚会 增加了很多隐蔽的功利因素 我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咱们北京一个大学老师 现在是已经是教授了 他春节的时候呢 本来他今天春节不想回去 结果他老家 是江苏的 有一个同学给他打电话 说今天咱们高中同学 可是聚会啊 规范很大 你不回来不对啊 他一想 高中同学你多少年没聚了 聚会难得回去了 回来之后发现呢 给他打电话 他这个同学呢 当年没考上大学 在老家呢 可是已经成了 当地一个房地板商了 还有钱 结果这个聚会就踏实核心 他把所有的钱他都包了 甚至我这个同学 回去的机票他都包了 那么这本来挺欢乐的场子啊 但聚差不多的时候呢 这老同学拉他手 跟他说 兄弟啊 我知你那学校 重点大学好大学 我姑娘今天就考学 就要考你那学校 你看这马上 自主招生这啥的 这又是能不能帮个忙 你看 这时候他才明白 同学聚会 为什么大老远多年不联系要喊他 回去是因为这个事 其实这种事在我身上 也曾经出现过 我有位同学问我 要办一个什么什么事 我说这个行啊 你不要找 我说他是咱们谁谁 哪个同学的老公 哎呀 我跟他也不熟悉 结果他想了什么办法呢 通过其他同学 组织一次同学聚会 就为了跟这个女同学 拉上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老公直接管他的事 当然我们这个年龄 做这种事会非常隐蔽 绝对不可能在吃饭的饭桌上 就说起 你老公那事给我办了 得了他 不可能 而是借助这个场合 我跟你拉进关系 回头我再请你干啥 再打电话 咱们把这事办了 所以这素素大的人呢 他会隐藏自己的意图 但是这种隐藏就健康了 也不健康 我觉得也是功利性 而且现在的我们这个年岁 同学聚会呢 因为大家在社会上 很多人有了地位 往往同学聚会就分出了 什么个三六九呢 借助同学聚会这个平台 搭建一个人脉的网络 这个成为四十岁以上的 很多同学聚会的一个主题了 就他虽然太功利什么的 可是这种功利是长久的 我先把这个人脉搭起来 啥时候用你啥时候再说 他变得更加隐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四十岁以上同学聚会里边 我认为挺不健康一个现象 那么我刚才说这个 无论是男女关系的因素 还是炫富攀比 还是为了搭建人脉平台 他在一定程度上都损害了 纯真的同学感情和关系 不是说同学之间不能够 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给你办事什么 完全可以 你朋友们互相帮助是正常的 说是在我们这个年岁有的时候 真有哪个同学混得不太好 我们真有可能就几个同学一上 咱们主动的帮他一下 应该伸伸手 就这种存真的同学感情 在这个年岁里头 变得格外的可贵了 可是如果同学聚会就是为了搭建人脉关系 就是为了有事咱们能互换资源 这个恐怕就把这个事给庸俗化了 它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交往过程当中 广激人脉的圈子文化的一种反应 咱们当年社会不就有一种圈子文化吗 就你再有钱 你再怎么着 你进不来这圈子 你想进了这圈子 你得想办法 这个圈子里能办的事 别人就办不了 所以这其实是中国人情社会 向庸俗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现象 我想这个事就最好 不要再蔓延到同学圈子当中 我现在倒是非常欣赏什么 我的父母这一辈 他们的同学聚会 那可真是单纯 因为咱们说实在的 就是人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七十多岁的人来说 而且同学里边 过世的也不少 往往时间一打电话 谁谁得了什么病了 谁谁已经没了 不禁的唏嘘探望 就觉得活着这个时光 真美好 我们应该珍惜眼下 所以他们这老年人 在一块聚会 就跟小孩一样单纯 回想起过去的事 还能唱成红歌 唱唱前苏联的歌曲 甚至聚会都不讲什么质量不质量 你像我们聚会 有时得挑个好点酒店 人家聚会到某个人的家里头 一人从家里带个菜过去 摆上去跟野餐似的就聚会了 我倒非常欣赏这样的 同学聚会 非常纯真 我现在感觉同学聚会 真就是我们常说那句话 老小孩小小孩 往往刚一毕业的时候 还没完全摆脱学校那些时候 那个时候聚会最纯真 到岁数大了 已经七老八十的 这个聚会又回归到纯真状态了 可是中间的这个 我刚才说的 40岁以上40岁以下的 在社会上属于年幅立强的 这些人 反而他们的聚会并不太纯真 同学聚会里出现这些诸多功利因素 无论是人脉攀比 还是男女的问题 对同学聚会的一种渗透 所以我是希望的 我们眼下这些 走向社会的这些观众朋友 不论您在哪个年龄段 少一些炫富 少一些攀比 少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妄想 少一点人脉交往 庸俗化的东西 多保留一份同学的存真 在我们这个相对复杂的社会 相对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当中 留有同学聚会 这么一个存真的仪式 对每个人的心灵进化 都是个好事 最起码你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 弄得很疲倦了 到这个场合 能够打开心扉 把心底郁闷的东西 存真的东西 都能够发现出来 这不好吗 同学聚会里 而不能成为社会庸俗化的 你懂也爱去